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也只能够是最高判七年 但是坦率的说民意有时候是受到舆论的一些影响的 尤其是一些比较权威的舆论 这样的案件如果要是说我们的权威舆论其实是有一种引导的 而不是说去煽动民意 经常你会发现有时候一些官媒的报道 对一些案件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 比方说黑老大逃脱了死刑制裁 这样的一种标题就特别的耸动 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反映案件本身的一种情况和法律 为什么做这样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样一个标题就可以塑造舆论 另外一种理性的标题就可以让舆论变得更加平和 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就是如何去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具有理性讨论问题的一个 一个一种一种舆论环境 然后说我过去曾经对于一些案件 就是你不要去鼓励某种很激奋的一种情绪 或者更加民族主义的一些情绪 重庆曾经有过一个小伙子对日本的佳能公司的产品 他的一个促销的一个赠品 说这个某一个歌唱演员 他的这个曾经访问的国家冒号写中国台湾香港这么写的 然后这个小伙子他在唐卫江我记得他就要提起一个诉讼 要求加能公司要销毁这些产品 同时要向中国人民表达道歉 同时呢 要他提出了一亿元人民币的索赔 然后就我就说的好像是特别的真的有事 他真的有一些律师帮助他把这个案件提交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了 我当时特别担心重庆高院会头脑一热就受理案件做出裁判 就会产生一个非常荒唐的效果 自己很快就在当时还在检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啊叫一桩热门案件三点理性建言 呃希望能够知道说这个案件 他其实完全可以通过道歉的方式停止发售的方式就可以把问题解决 而且唐伟江说自己代表中国人民来提起诉讼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你你你你你是否获得了授权 如果中国人民都被伤害了的话 你你你怎怎样的一种资格可以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来提起诉讼 呃后来这个案件可能就是没有没有再再进展下去 呃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法律职业者 呃包括法律学者都有一种责任来去更加呃努力的去 把其中的法律的道理讲清楚 比方说有一个道理很重要 就是七年徒刑是否是很轻的刑法 那如果你对自由的价值不大珍惜 你才会觉得七年徒刑是太轻的刑法 而在我看来七年徒刑已经是足够严重的刑法 呃不能够说因为他导致了三个人死亡 一个人重伤就就一定要要要让他呃拿自己的命来去偿还 我觉得这种社会中间的某种暴力之气啊 是需要我们逐渐的去去缓和他的 呃爱联群友呃通过珊珊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恶法啊 非法或者或者恶法依法的问题 前面就好像这个问题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 呃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恶法呀呃这个说法其实是比较简单化 呃恶给作为汉字的词汇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 谴责的意味在里头说这就是恶法 其实我们如果站在一个法律发展史的角度去观察的话 你会知道其实人类的法律的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 那么特别符合那种伟大的道德的一种目标的呃 呃法律本身也有着从从不不不不大合理或者说残缺不全逐渐的走向越来越良好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哲学问题 呃但是法律呃不得不受制于一个时代的人们的道德观念 呃当人们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这法律就要发生变化 比方说呃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里边规定说 不不许可不能够制定不能够容许呃残忍过过过过度残忍的一种法律 这种什么过过分残忍的法律或者说不人道的法律到底是指什么 宪法里修正案倒没有做任何规定 呃那取决于这样这样的话就赋予弹性的几个进行了规定 比方说在19世纪的中期呃中后期涉及到种族关系的时候 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这个准则叫隔离单平等 隔离单平等 比方说车厢分黑人车厢和白人车厢呃黑人只能坐黑人车厢 但是车厢的设备车厢的服务呃都必须是保持平等的 但是这个这个法律在当时看起来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中期的时候 人们发现这个法律变成了恶法 任何隔离都被更多的人认为说任何隔离都是不道德的 都是呃呃都是可以说是对黑人的一种尊严的一种冒犯 所以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判例推翻了这个隔离单平等的法律 变成了一切隔离都是不公正的不平等的危险的 在讨论恶法非法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或者说还是一个经典的文献呃那就是呃柏拉图的一个对话集呃 这叫crito呃好像言群的翻译叫克里同呃 呃里边描述了苏格拉底因为因为被人指控 其实跟跟着上是苏格拉底一直在攻击雅典的民主制度 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带来很多很多严重的社会困境 国家困境的一个根源呃那后来因为所谓的蛊惑青年和独审两项罪名被起诉到了法庭之上 雅典的法庭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对案件进行裁判 你们知道雅典并没有专业法官呃都是由民众通过大通过大陪大大审判团的方式来通过 听取当事人的申诉和辩护人的辩护 然后最后大家投票来去对案件进行表决 呃最后 对苏格拉底来说他眼前面临着一种困境可以说相互矛盾的方面 那就是说如果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的辩解最后让雅典的法庭最后判处他呃 判着他无罪或者说判着他很轻的刑罚 那就意味着他所终身所非常的愤怒的雅典的民主政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富于包容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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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 呃这这对他来说这是不符合他的一种价值目标追求的 但是如果他最后判了死刑了结果可能让他最后证明说雅典这个民主制度真的是最坏 其实最后判着死刑也的确是雅典民主的一个一页耻辱 耻辱的一页呃 呃但是呢他能够证明让让让让这个制度证明这个制度是坏的结果他的事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他最后在法庭上实际上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呃 让雅典这个法庭不得不判着死刑的一个一个一些个申诉申诉言说呃 最后努力的激脑那些个参加审判的那些雅典的公民最后的结果是他被判死刑 那么最后他在在等等待执行死刑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是这个Crito这个这个这个对话级的名字这个 克里克里同那么到监狱里边希望能够营救他越狱能够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呃呃避难 呃逃离这个对他的不公正的制裁 那么最后呃这个这个这个苏格拉底却拒绝这样的朋友的善意的安排 他认为呃雅典对他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这样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 但是他作为雅典的公民从出生开始一直生活在雅典 一直受恩惠于雅典的各种各样的良好的法律 所以他跟这个城邦之间其实是有一种一个约在其中的 如果他逃离了法律制裁其实是他是一个违约的人 所以最后他选择接受死刑呃那 那是人类呃死刑史上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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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场景了啊 呃所以所以这这这其实是对我们如何去理解法律呃 呃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早期的鲜活的一个一个 例证来去证明我们其实对于法律的善与恶或者说 有时候大多数法律是善的及不法律是恶的呃 呃有一种非常的可以说是 比较不那么简单化的一个理解吧呃 呃但是这个事说来话长我就不 在这展开太太复思辨性的这种言说 呃一位网友提出来的 这是对于刚才我们在讲座中间提出了提出来了 中国的古典法律其实是比较疏漏的呃 呃尤其是涉及到民事关系财产关系方面的法律规范 呃呃可以说是极度的残缺不全这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我们的文明之下的一个一个很大的缺陷呃 呃那么这个时候法官判决案件是否具有某种呃 呃规范性呃根据我看到的这些个例子来说的话 法官可能具有相当大的一种呃对于对于这个案件根据个人的一种道德观念呃呃和对案件的是非屈指的理解进行判决的一种倾向 呃有时候他他经常引用一些呃古人的学说包括历史上的一些事例 来对这些一个案件进行一些判决 那么这些古人的学说里边比方说文天祥曾经做官的时候判决案件 我发现文天祥本人在判决案件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一些孔子啊孟子的话来作为他判决的依据呃 有些人就是特别愿意去举一些呃历史上的一些特别有名的故事来去对案件进行判决呃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你想重新发落就可以引用有利于自己的那个重新发落的语言呃要是你想重重惩罚就会经常引用一些重重惩罚的一些个经典的例证 这样的话都带来了司法的某种呃可以说是任意呃不具不具有确定性 当然不发现这问题其实呃学术界其实是有一些争论的呃比方说这个呃 京都大学的日本京都大学的几位研究中国法律史的非常著名的专家包括资克秀三资克秀三还有斯田浩明 他们都他们从西方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去透视中国的古典的司法制度的时候 就比较多的倾向认为这种司法真的是有一种呃拥挤的公交车的那种想象 就是说在一个人的空间的大小完全就取决于自己是否能够把别人给挤开这种这种场景 就是具有不大具有确定性 但是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他呃他举出一些明清时代的刑事审判呃认为刑事审判过程中间这样的一种严格的依照法律裁判 依法裁判的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也有一些相关的上诉叫审转审转制度啊 能够强化这种司法本身的一种呃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呃但是我我我我觉得呃有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确定性 一个是官员是要判民事也要判刑事 刑事和民事两种判决是否能够具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这个是一个方面 另外中国的这个一个案件的描述性的语言经常是一种非常文学化的 也就是说呃像上级衙门要求对案件进行复审复审过程中间 其实有时候经常依赖于 第一次审理的这些官员们他们如何去对案件进行描述 所以上级官员经常更多的是依赖于这样的一种 因为要把当事人提提提提交到呃更遥远的比方说省城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成本很高 所以经常依赖这样的一种文字化的一种表达 而这种文字的表达就是这些古典语言中间既缺乏专业性 又充满了一种呃情感性的一种表达 最后的结果是往往没有办法去把下级的这样的一种文字性的描述 是做一个呃可以依赖的可以信赖的一个一个文本 呃所以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许多人依照一些档案呃历史上留下来的档案来做做研究 而无论是呃担心档案啊 还有四川的呃南部线的档案啊呃 呃这些这些地方的一些原来保存下来的司法档案呃 呃官员们做判决的一些判词啊什么东西呃呃保存了不少 许多人把它当作一种依据来去呃来去研究中国古典的司法的实际的运行 但其实呃有一些朋友呃尤其是中山大学的徐忠明教授 他的研究其实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本身也经常经过一些修饰 而很难作为完全可以信赖的文本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边呃呃我大致的自己的一种基本的看法还是呃就说就没有办法去变成一种呃 呃定分指针处理案件呃并且通过这种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间形成一种可以预期的一种一种一种呃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秩序的一个呃制度运行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永远没有办法去能够确立一种公正的司法的一种一种一种呃一种体系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要的回应 人则原理网友呃提出来了一个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不少人都都有这个感触就是说呃如何真正从一个衙门市的司法 说或者说一个嗯不独立的不公正的司法转向一种真正的一个合理的司法体系 这样一种转型的一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呃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够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呃 呃我想这个是一个不大容易回答的问题 因为呃现在当然我们的整个的前面我们也谈到了整个的政府模式的一种呃是跟以前特别不一样了呃 呃所以他有了这种所谓的机构意义上的分工机构意义上的分化 呃但是还不能够达达达决策意义上的分工还没有办法获获获得 呃表面是分开了实际还合在一块呃呃比方说呃呃我们可以看到独立的法呃独立设置的法院 但是这个法院他有时候经常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法院本身来去受制于那个地方的党政主主主官 这个主官的权力还是太大呃 呃这种这种情况其实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其实是影响特别坏 呃比方说法院都变成了地方利益的看门狗 完全听命于地方的这样的一种主官的指挥棒 他没有办法去去去去去分离出来 但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种说财政人士体制是否能够改变一些 呃比方说这个 这个呃说探索建立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如果我们的司法管辖呃这样的一个范围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在于说呃 这个叫叫叫叫四权重合 我我说的是说这个比方说行政区划 其实那只是行政区划不是行政权力才这么划分的呃 呃行政区划比方说呃河北省这个行政区划单位 但是呢河北省其实也是一个呃立法区划的单位 因为要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河北省代表团就到北京来 你可以发现代表团的那种运行模式 其实是一个省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而已 所以他也是一个立法权力的一个划分 另外他其实也是一个司法划分 比方说河北省这个呃河北省有省委 省委呃不是河北省有这个这个这个 不关河北省整个有一个高级法院 呃比方说这个呃河北省下边的这个 呃市这一级呃要有一个中级法院 在下边区县这一级要有一个基层法院 呃法院的司法权力的划分跟行政权的划分 完全都是重合的 完全就是说这个这个呃这个 那个如何伏结的那种状态 不差半分的 那么在所有的这个三种权力之上 还有一种权力也是这么划分的 那就是党的权力 所以 这四种权力的划分都按照这样的一个地理界限 呃进行 严谨的运行 那么大家都不能跨越这个界限 在这个界限内里边呢 你会发现这要四权重合 密不通风 党委书记一手折天 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边 其实带来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去制衡它 比方说在重庆 当年 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 那完全是这个薄熙来的一统天下 对这对于中央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他在地方的所作所为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 他完全变成了一种地方的一个 独立王国性的一个状态 我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把这样的一种权力进行一种 呃 犬牙交错式的安排 所以 这四种权力的划分都按照这样的一个地理界限 呃 进行 严谨的运行 那么大家都不能跨越这个界限 在这个界限内里边呢 你会发现这叫四权重合 密不通风 党委书记一手折天 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边 其实带来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去制衡它 比方说在重庆当年 我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 那完全是这个薄熙来的一统天下 对这对于中央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他在地方的所作所为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 他完全变成了一种地方的一个独立王国性的一个状态 我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把这样的一种权力进行一种 呃 犬牙交错式的安排 以便使得权力之间可以进行某种制衡 不至于说薄书记要杀的人肯定就判死刑 薄书记要剥夺的一个企业家肯定他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是说 仅仅是对于保障人权 对于保障老百姓的自由或者财产的安全有好处 对于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治理 呃 国家的某些该需要统一的方面的统一 也都是巨大的问题 呃 所以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获得某种大家共同所追求的一些 呃 看到到这种目标 其实是都必须要去做的事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去产生一种 呃 更加 呃 深刻的推动力吧 呃 有位署名不知的 不知网友 呃 呃 他提出来了 现在法院在推行的一种叫司法责任终身制 呃 会不会有一点对于司法公正能够推动的效果 我 我觉得 很难 最主要的是现在的司法决策本身并不是 真正的说 明确的 得到界定 比方说 司法权力 你不界定清楚 那你怎么可以说让司法责任终身追究呢 如果如果一个案件 就像像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原案 呃 聂数宾案也好 呼格吉勒陀案也好 就是他们的决策 真正的决策者都不是 案件判决书上署名的那 那三个审判员 再加上一个书记员 书记员当然不参与决策 不是这样的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背后有一种更加 巨大的权力 比这些法官的权力更大的一些人物 他们来去直接的影响到了对相关案件的决策 那这样的情况下吧 你去追究判决书上面那些法官的责任 这不公正 这也不不不会真正的落到实处的 所以我想要要要建立一种司法责任的 严格的追究制度 必须首先要确立司法权力的独立的运行机制 如果独立的运行机制确立了 我觉得司法责任才可能终身追究 另外 你在建构司法制度的过程中间 也需要让法官避免一种过分恐惧的心态 因为司法的所谓的 有时候司法的所谓的错误 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 比方说法官非常公正 法官非常敬业 也可能很难避免所谓的错案的发生 因为错案分好多不同种类的错案 有些是可能是 确实是属于是贪章忘法那种 那种严重的问题 但有不少的其实是一种 比方说由于当事人本人的过错 带来了案件 最后没有 好像如果根据他 时效已经过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去证明的话 这案件是错误 但是这是当事人本身的过错所导致的 这不能作为错案 有一件案件可能 比方说该判重的刑罚 法官认为这案件不应该那么重判了轻刑 这也不一定叫错案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吧 阿提提出来的 其实跟前面前面的朋友提出问题有点相似吧 司法 哎呀 这个不公的情况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 到底怎么能够走到未来的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另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公民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力 最大限度的能够比较得到保障吧 呃 我 我感觉就是说 其实 现在我们有许多的权力的 最后得被侵权 呃 一般的比方说普通的民事侵权 其实有时候自己想想也有 会有一些 呃过错的方面吧 或者说自己呃 注意义务进的不够的方面 比方说 比方说 呃 书面契约观念 也书面合同观念 呃 的 有时候就是许多人就是不大注重 呃 就有时候特别的就是说 就是朋友啊 直接两肋插刀 呃 我就有一个朋友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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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危害那个地方 就说好像 喝酒喝的 呃 酒喝烂热就 把自己的房子给别人做抵押 就就就最后那个人就找不着了 最后 最后他自己的房子都没了 这种情况下边确实也是属于那种 呃 一个是呃 这种有时候头脑发热 有时候过于信赖 酒肉朋友 呃 有时候可能贪图小利的一种情况 也会导致我们蒙受更多的损失 呃 好像很无奈的心态 另外一种是可能是说 就说呃 也说就是有一点恐惧 或者说有一点不敢出头 呃 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出头来去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 那这法治社会也建不起来 所以德国那位著名的法学家冯耶林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 非常好的小册子叫为权力而斗争 这是一个走向法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源源头活水 也就是说没有大家共同的努力 就法治社会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呃 杰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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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杨先生的这个呃 提的问题 我觉得学理性很强的一个问题了 呃 呃也就是说他引用了拉子 英国法学家拉子的话 观点说民主和法治两者可以适度的加以分离 那么 他又引用了台湾的周天伟教授 呃 这也是我我认识的一位学者 呃 好多年前他的一本书 也在大陆出版叫这个 呃 好像苏格拉底 于于于于孔 于孟子啊 是孔子对吧 呃 他送了那一本那个书 啊 好多年前送了 呃 那么 民主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关系 哎呀呀呀呀真正的 说的话可能一本厚厚的书也说不完 呃 但是呢 呃 的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角度来讲 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甚至可以说是法治 其实在在许多方面就是偏向于精英主义 而民主 而民主是一种比方说选举选举选举民主啊呃 尊度每个人有平等的一票啊 这样的情况是民主的一个经常诉诸的一个种逻辑 呃 呃 所以所以在刚才我们讲座中间提到托克威尔 托克威尔其实他一直把法治的这个元素视为制衡美国民主的某些弱点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 呃 呃 他一直觉得说呃 美国的法律职业群体其实是一个民主社会里边的贵族群体 他们具有着他们具有着对于某种秩序的热爱 他们从出身是平民 但是他们的呃 作为一种知识的群体 他们对秩序的热爱使得他们能够形成一种共同的利益的追求 他们倾向于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做仲裁者 在这种仲裁的过程中间 他们永远对于民众的那种盲动的情感表达一种 表达一种藐视 呃 当政治家的头脑发昏的时候 他们永远会呃 会泼一盆冷水 让他们冷静 他们他们是社会中间的一种非常保守的力量 而这种保守对于 民主社会的运行来说 有具有特别重要的一种价值 呃 这是托克维尔的观点 我觉得特别的具有一种一种一种 好像很另类的感觉 呃 那么台 香港 香港过去呢 这个经常被作为一个例证说 虽然香港没有民主 因为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嘛 呃 总督都是英国政府 英国派遣的 呃 所以他们也不可能选举自己的总督 香港的法官也不是 也都是都是港英当局来去 呃 来去任命的 呃 而而而不是呃 其实是由英国 由英国政府任命的 那么呃 所以所以仿佛这个台 香港这个地方好像在英国统治时代是没有民主 呃 没有民主 但是有法治 也有比较比较重要的一些自由 言论自由也好 呃 人身自由也好等等 所以所以 许多人把它作为一个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也可以建立法治的一个例证 但是我我想千万大家不要忘记的一点是英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民主国家 尽管他一直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君主君主一直存在 但是其实他在可以说在呃 相当早的时间内大概最晚不不晚于是十六十七世纪呃 他就已经逐渐的在民主的许多的方面在不断的去夯实自己的根基 不断的去推动一些制度的建设 呃 所以所以他在这个这样的一种在这样的一种宗主国里边这样的一种整套的这种法律制度里边其实是惊染了许多民主的元素的 所以在香港是用英国的普通法这套法律体系具有着内在的民主价值 这是不可忽视的呃 另外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型的国家呃 我觉得要建立良好的法律秩序 如果丝毫不诉诸于民众的参与呃 每一个每一个公民的一种参与 让这个法律具有更加坚实的一种合法性 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 其实制定法律的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有参与的可能 如果我们都参与不了就法律就糊里糊涂就出来了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法律的服从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别扭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这样的大国里边 我觉得没有民主其实很也很难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 这是我的解药回应呃 江源道网友提出来的 其实前面我已经多少回应其他朋友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回应了 就是说目前这个司法改革的困境怎么走出来呃 我前面的差不多已经从一些角度是回回答过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暂时就把前面的回答 试着说对您的回答了 呃 好 我接着回答呃呃 今天网友们提出来的其他一些问题 呃 秦川群的群友 秦川群友提出了几个非常呃 专业化的问题我觉得呃挺不容易做出很好的回答 呃 第一个问题呢是讲呃 司法独立行政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司法独立议会呃 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是否呃 其实是对于议会主权的或者说对民主制度的根基的某种削弱 呃 这问题当然是特别重大的一个问题 呃 呃实际上在英国的传统 按照英国的传统 其实他们经常会会议会里边的上议院其实是最高司法的呃 法院 这样的话两者的权力就合到一块去了 呃 似乎跟民主的逻辑就不相违背了 呃 但其实呢 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说 要确立这个呃 议会本身 他呃 议会在立法的领域中间享有 想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一点是民主逻辑的一个必然体现 但是呃 议会并 并不带有一种去司法本身所需要的那种特别的知识训练和呃 司法本身的应有的一种一种比较说程序正义这方面的要求 呃 所以呃 议会所制定的法律是法院必须去适用的 但是适用的过程中间去存在的一个法院的 法官们要去解释这个议会所制定的法律的含义 呃 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司法的权力也是非常重大的 呃 当然有些国家呢 有或者是有些国家的像美国某些州 他们在这两种权力之间通过另外一种途径来去实现他们民主逻辑的一贯性 那就是说呃 许多的州其实的法官也也要通过选举产生呃 人民来选举法官呃 法官如果不合格的话就下一次选举所有人民就可以选民就可以把他选下去 这样的话 法官虽然他呃 保持着一种对议会的独立 但是他仍然要受到民意的一种一种制约一种影响 呃 这个可能也是属于民主逻辑在近现代呃 司法过程中间的一个体现呃 还有一个途径不要忘记在英美国家有陪审团 陪审团是人民分割司法专业法官权力的一个途径 呃 按照普通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说制定制定法律的权力 排他性的归属于议会 但是 法律制定出来以后 议会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那就是说法官只适用这些法律 而适用的过程 法律解释 法法官如何去解释法律 是议会不可以干预的 呃 其实这个所谓的权力划分有时候经常你可以看到存在的一些非常复杂的交叉的一种一种情形 呃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大容易用特别逻辑化的或者数学化的一种思维来去来去分析它 其实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一种呃 古老的一些形成的一些惯例 这些惯例来呃 来去约束的权力的运行的一个成过程 呃和结果 秦川网友群友 秦川群的群友也提出了一个 法律史上的问题 呃 就是问的是说法国没法典制定之前的 法国的法官们呃 如何去适用法律 呃 因为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法典编撰之前 法国的法律适用到底是 到底 依据什么 呃 这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法律史上很有意思的问题 呃 呃 大革命之前 呃 那么 呃 法国的国王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来去记录不同地方的法律 呃 法国当时是一个习惯法 呃 可以说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国家 呃 当然以罗瓦尔河为界 呃 罗瓦尔河以南的地方 罗马法的那种痕迹更更明显 呃 罗瓦尔河以北的地方是更多的习惯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习惯法是太多元化了 呃 以至于富尔泰曾经感叹说 在这个国家旅行的时候 就像 就像在美国一个驿站你就要换马 呃 美国一个驿站你就换法律 所以这个法律都多多如牛毛 各种不同的地方都是不同地方的习惯法 呃 呃 一个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还要服从于 罗马教廷呃 呃 长久期来发展出来的那套法律 呃 约束他的精神生活 而在世俗领域中间比方说商人有自己古老的商人法 城市可能制定自己的城市法 呃 呃 王室有王室法 封建有封建法 各种各样的法律可以说是交叉的适用 或者说 呃 经常相互竞争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大革命之前呢 法国的法官所适用的法律是 经过 国王努力记录和努力的试图统一的那个习惯法 呃 大的区域有些地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统一 呃 但是法律的分散性确实是导致了后来人们迫切的呼吁要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法法典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努力 那么大革命发生一直到像拿破仑法典制定额这个颁布是1804年了 1804年之前呃 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些革命当局所制定的法律 这些法律都是这个呃 呃 体现了大革命时代的那种价值观念啊 呃 平等自由博爱啊 这些这些价值观都在里边得到体现 但是有许多非非常激进的法律呃 呃 似乎是一种对于旧制度下边的这种那种封建色彩的一种激烈的反叛呃 这这些东西可能在我觉得拿破仑法典的制定其实是一个一个把呃 革命前的价值观和革命的价值观进行某种综合的一个体现呃呃 他有有有有一些妥协的东西呃 就不是特别那么那么激烈了 呃 当然拿破仑法典其实是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波法典 呃 拿破仑呃 自己总结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发过一个感叹说 呃 我领导军队打胜了三十多场战役的胜利 呃 这没什么 因为一场滑铁炉战争已经使所有的胜利都黯然失色 使我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典呃 这个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很骄傲的一种神态吧 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呃 这个这个这部法典呃 当时是有一种说有了拿破仑法典就其他的就没有别的民法了 所以他是一个似乎是一种就说是呃 开创性的呃呃 民法的时间是从这开始的 以前都不算是是前时间阶段的前历史阶段的一个东西了 呃 但其实呢呃 拿破仑当时想象的这部法典能够制定的比较啊 通俗易懂 尽量的少用了一种法言法语啊 让让让所有的人都看不懂的 不学法律的人都看不懂的东西 但其实也很难避免后来被人被被法官解释 他离不开呃一种专业化的法官对这个法典的含义进行解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法国民发电呃 这些副标题叫拿破仑法电呃 大家回来看一看其实还是很很专业的呃 并不容易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法官对于法法律的解释这样一个过程 秦川网友 秦川群友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其实他对于所谓的 因为西方的这样的一种司法独立的确是建立在呃 长久的分权实践的基础之上 那么到了中国呃 一直就是一个呃可以说是我我过去说叫俊宪治下本这样的一种官僚化的司法 呃他是单一的他是不分权的呃 呃那么这样的一种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张力 呃是否可能不通过革革命的方式而通过更加具有一种渐进的方式来去使得在中国能够确立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分权呃 呃我想这个现在肯定是我们要去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 那就是说要通过监禁的方式来去完成这样一样一个变额 呃 我们反复说过就是说是形式化的分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但是现在关键在于真正的决策过程真正的分离这个分离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基础性的建设那就是说提升司法本身的专业化呃 呃司法决策如果变成了一种呃更加专业后我们刚才提到大金案件 大金案件其实就是一个法解释学的问题 法律解释就是说呃明确的说那个条文只能够适用于日本皇室 而不能够不能够适用于外国的君主或者外国君主家家庭的成员 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硬硬性的规则呃或者刚性规则就能够阻却外部呃干预的一种一种一种合理的通道 呃但是这个其实那么司法本身专业化了呃会不会 其实现在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判决司法判决他不是特别的就是判的根本不专业呃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说理 但是也就这么硬判了所以呃更重要的一种啊一种力量一方面是司法界的一种越来越多的自觉越来越越多的一种职业化的一种意识的一种强化 大家都分享的一种同样的一种价值目标呃大家对于一个好法官和一个坏法官的一种评价逐渐形成一种同事之间的一种相互的约束 那么在内部就会形成一种朝向独立的一种努力呃另外就是说呃真的是离不开政治制度本身的变革了呃我想这个一个更加包容司法独立的政治制度呃他需要政治家们的一种特别特别明确的自觉 他嗯他应该意识到这种这种独立的司法对于一个呃社会的长治久安呃人民的自由能够得到保障其实是保障了一个社会更加有序的社会呃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 当然我们有时候这个也属于老虎吃天了呃呃只是只是表达一种呃殷切的一种期望而已呃不是特别容易能够能够想到怎么去很快见效的一种方式 呃武林军武林军网友呃提出来的说这些这些年来这个司法好像我的讲座里边似乎有一点特别的悲凉呃是否有一些 做了比较好的判决呃值得去拿出来让大家觉得哦中国的司法其实在进步呃我我其实最近这些年已经不是特别愿意去研究个案呃有一点有一点消极吧消沉但是其实在过去在呃1995年之后到20012年这段时间呃 应该算是萧阳时代吧呃那么中国的法院系统其实是有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判决呃我曾经专门研究涉及到呃这个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的这一种类型的司法判决呃简单列举一下几个有意思的判决比方说呃于秋雨曾经到北京来 对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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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东正区法院判决欲求于败诉 因为这个东正区法院的法官 做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个论证 主要是可能就是说 对于公众人物的相关的一些行为的描述 或者说揭示 有时候可能需要去做到客观严谨 真实 但是如果要求所有的都是细节都是真实的话 那么这种新闻也好 有时候这个其他的媒体 某些其他媒体都很 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监督 因为及时的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如果要求所有的细节都真实 只要有事真的就要承担责任 那新闻的存在的空间就不多了 这样的判决让我想起美国的法院 美国联邦法院所确立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就是纽约时报述沙利文案 或者这个案件里边所确立的一些准则 我觉得中国的有些法官 其实他们也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 就是对公众人物要有一种更加严厉的监督的标准吧 类似的判决还发生在上海 那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范志毅 诉东方体育报的一个诉讼 那么范志毅也败诉了 还有发生在广州的一个判决 就是中国改革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 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案件 那么这些判决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觉得足以让我们觉得对中国的法官要有信心 只是好像最近这些年 这类的具有探索性的 比较前卫的司法判决已经很少了 东湖警理网友提出来说 有一些案件的判决可能存在着问题 但是纠正这些判决的过程 又可能会损害司法权威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悖论 有时候我首先要说 有些所谓的错误判决 刚才前面讲过 有些所谓的错误判决 其实如果是当事人的因素导致的 那么通常可以说是这些案件可以不纠正 司法不可能说保证 做到所谓的有错必究 有错必究的话会带来巨大的制度成本 那是社会所承担不起的 现在我们的司法机关署 在倒查30年 倒查30年的那些案件材料全部又拿出来 那简直是太恐怖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应该确立一些准则 包括刑事案件中间可能有些东西该判死刑的 判了个无需徒刑 这些在我看来其实是不见得都必须纠正它 但是如果确实是存在着一些错判 比方说无辜的人被判行了 那当然必须第一时间纠正 这个如果是说法院做了出了错误的判决 最后各方面的证据都重用它错误 仍然拖着不纠正这个反而损害法院的尊严 司法的权威 聂出宾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 最后你知道从案件的2005年 从2005年疑似真凶落网 王树金落网一直到纠正到了2016年 拖11年时间这个案件才得以纠正 这过程之间中间大家不断的奔走 呼号聂主兵的母亲 简直腿都要跑断了 许多的法律人为他们呼吁呐喊 但是法院仍然要拖11年的时间 把这样的一个 其实只要把卷宗材料你看一下子 你就知道这案件完全是冤枉的 但是法院用11年的时间才能够纠正 这是制度的一个耻辱 东胡锦里先生还提出来了 所谓的这个现在有一些 有些巨大的企业 符合抵国的企业 他们对于司法有一种左右的力量 所谓的长盛军的这种这种就是完全是司法听命于他们 这个问题其实其实归根到底 还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司法从机制上来讲 过分的受地方操纵 那么一些大的企业在地方的对地方的政府来说 也是那是宝贵的不得了 他们是纳税大户 他们是就业的大户 他们简直不得了的一种东西 像我相信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非常了不得的企业 那这些企业他们由于地方政府要刻意维护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利益 而法院从财政人士 人财务各个方面都被这个地方政府所操控 那你怎么可能想象说法院能够独立的判决案件 法院不能胳膊肘往外管 法院只能够是维护地方的利益 像当年富士康在深圳起诉上海的一家媒体 然后完全不符合立案条件 但是但是马上就立案 马上就采取措施来把上海媒体的 这个包括编辑的私人账户 私人财产都冻结 就是因为这个媒体揭露了富士康的一些血汗工厂的一些内幕 这个这个就就是没有办法 这个所以所以我们就需要从法院的这个财政人士 这个体制方面真正能够让他们 不要看地方政府的脸色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公正的司法 才能够真正的维护企业本身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也不容许企业能够说专横跋扈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抗恩礼 抗恩礼网友提出来了 说是这个自然法有着在西方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 同时呢跟宗教跟基督教又有着非常深切的关联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社会已经都宗教的权威日益丧失 那么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依托 我们今天的公民的自由还有这一种深刻的支撑性的因素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前一段时间由于美国大选过程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有不少我认识的中国的基督徒 他们也特别的强烈的主张说在中国必须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 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 而美国的宪政就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 我个人其实在从本科到研究生期间用了很多的心力去研究这个欧洲历史上基督教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包括与自然法之间的关系 我想的确基督教与西方的法治 西方的宪政之间的一种深切的关联是是确实是不可抹杀的相当重要 那么对于世俗法律的许多的方面影响也非常大 比方说婚姻法不用说了 这是宗教的可以说是传统的法定的宗教的领域 那么包括刑法包括这个国际法比方说战争法 许多的方面都是教会所发展出来的这套体系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以夸大到说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建设一个法治国家 这个这个我我认为这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推论 就是说中国必须要要要要要成为一个基督教基督教的国家 我们才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法治的一个国家 其实人类的历史上并不是仅有基督教文明才可能创造出良好的秩序和对个人人权的保障 日本就是一个特殊的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特例 能够让我们知道其实其实包括在西方 你认真地思考法律本身的一种根基的话 你会知道前基督教时代的许多的重要的成就 比方说希腊人的伟大的创造 他们的在哲学方面的一些思考对伦理思考 比方说罗马法 罗马法在在罗马皇帝皈依基督教之前的许多的丰富的法律遗产 并不是说只有基督教才 人们信仰了基督教才有那些法律的上的一些追求 另外西方的法律 包括英美国家的法律的许多的在世俗层面上的一些规则 并没有那么那么多的都与基督教相关联 所以我想在中国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的 那些个法治的一种非宗教的一些根基 去努力的在这方面去做 当然我也特别的高兴的看到许多的朋友 虔诚的信仰基督教 我也相信这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非要等到 我觉得这样是一种很绝望的一种理论 能够让我们的法治或者说宪政也好 包括建立着自然法基础上的人权观念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一种自尊性的因素 并不仅仅是基督教 刘若水 刘若水网友提出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法家之法 法家所主张的那个法跟罗马 古罗马的法律之间有什么不同 哎呀 我觉得这个不同太大 这个其实法家那个法跟跟古罗马以来的这个西方的一个所最所所论证的那个法 根本不是一个法 法家那个法其实就是言行俱法 就是一味的刻薄寡恩 幻想着通过那种最严厉的惩罚 将人类进行 人类社会将将所有的人进行一种网格化的控制 呃 然后用用用一种用一种赏罚吧 有赏有罚 但是 总体来说是用一种威慑 最可怕的残酷的威慑来去维系一个社会的秩序 并且相信这种威慑 呃 每个人都原子化 都控制的死死了 就能够呃 让社会变得有序 呃 这是这是太可怕的一个事情 所以 其实法家后来 呃 有时候经常是在这个社会中间并没有消失 尽管秦始皇的统治被推翻 那些 主张法家理论的人也没有得到好下场 但是实际上后来这个 我们的这个文明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 所谓的外儒内法的问题 呃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呃 至于罗马法的形态 我觉得 哎呀 其实 比方说 你可以 你可以买一本商务 艺术馆出版的那本法学阶梯 呃 呃 就是查斯定利时代的这个 所出版的那本 也算是教科书 呃 也算是有法律效力的 这个 法律的 呃 法律的这个文本 呃 你只要翻几页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差别太大了 呃 陈俊 陈俊网友提出来的是 舆论 现在这个网络发达了舆论对司法的影响 甚至对司法的绑架问题 呃 如果我简 这一点要的回答的话 其实 法院不是特那么害怕 这个 网上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言论 法院害怕的是这种言论 让能够管法院的那些官做批示 这个中国的我们的官员也特别喜欢做批示 这是秦始皇以来的一个传统 那么喜欢社会发生的什么事就做出重要指示 做出批示 呃 营造的一种观点 啊 一律杂谈 呃 一律杂谈群的网友 呃 傅银峰吧 傅银峰网友 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问题太复杂了 呃 叫 对于中国的文明成因 这种文明形态 因为司法比较缺位 真正司法比较缺位 他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呃 呃 显然可能 呃 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 对于有某些偶然事件来去决定的 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因素 呃 我认为这个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 其实呃 这些年我一直特别的愿意去阅读 跟呃 中国的文明的在 在秦汉时代如何去变成了一个 呃 呃 封建和军县 非封建制军县 军县制导致的问题在到底在哪儿 呃 中国封建制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就消失掉了 逐渐的消失掉 当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后来的基本的趋势是 没有越来越没有这个封建的因素 而封建制的这样的一个帝国 那么导致的整个的这个政府的形态 社会的形态呃 官僚与皇帝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一种一种 一种社会的演变和结果呃 整个历史的演变和它的结果 所以我我我我愿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非常严肃的和值得我们继续去思考的问题吧 呃 呃 我我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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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特别容易在今天就说得很清楚 呃 中国跟西方的法律形态的差异 但是中国跟西方的法律的基本的 美丽啊呃 西方的中世纪的各种法律的一种竞争啊 呃 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都都都是在前工业时代就就有的 所以我我想可能更更重要的根源还在于更古老的时代 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对社会的一种影响 呃 最后的是一个就是老朋友罗马石头提出来的问题 嗯 我我我想这个你的问题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吧 就是就是这个美国的那个经常说这个交通招事我就取消了那个网红法官呃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且他的语言非常幽默亲切呃 真的让人肃然起敬的那种感觉呃 这样的法官其实啊 通常我们会在这个如果在美国的话 你会其实这样的法官往往是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 集中的对于一些受到警察处罚的一些交通造势之类的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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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造势了 就算是就算是违反呃 稍微比方说闯动呃之类的这类的情况 也许请警察给开了法单 然后公民呃这个相关当事人对这个事情有意义的就可以到周末去呃去去去去去找那个周末开庭的 通常都是基层最基层的法官来去对这个警察是否这个处罚是正当的进行一番审核呃 很多情况下就是把它就去掉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位学者说美国的一些许多基层法官给人感觉就像是一个特别慈善 特别友好也特别的富于人情味的这个呃 呃慈父一样呃 呃 但这个这种情况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轻微轻微的案件呃 你到了到了这个上述法院 是那联邦最高法院看到的都是一些呃 年龄也很大 但是通常会不那么不是那么说可以随意的就对这个案件给人感觉就说 他愿意怎么判怎么办不是这样的 那还是有非常严格的遵循先例的准则呃 我想这个这个也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呃 好的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我暂时先回答呃 呃 今天已经提出问题的朋友呃 呃 其他如果说呃 延时听讲座的朋友还要提问题的话呃 可以明天呃 或者今后在这个群里边继续提呃 我尽可能的尽我的努力继续回答呃 呃 大家一块切磋讨论呃 呃 真的是乐趣无穷 前面秦川群的秦川群群有有一段很文学的话说得非常好 说说我们都是不寂寞的我们都是很求知的欢乐的会议的还有苦闷的 呃 大家的眼光千千双万双的眼光都汇聚在一起呃 呃 让这个今天呢在晚上变得非常的快乐 呃 他感谢我也感谢我们的组织者 呃 对我来说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共识沙龙的几位这个沙龙的组织者啊 真的是特别了不起呃 呃 让我们这个群能够既保持安全又能够呃 大家尽可能的做一些呃 深切的和有有理性的探索呃 这点是我觉得应该共同向我们的群的组织者们几位呃 几位群委表达我们共同的敬意 好 谢谢大家 晚安 嗯 大家好 我想这两天我又看到在这个讲座群里边有陆续几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现在做一点再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 呃 一个是赵新网友 呃 赵新先生提出来了三个问题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都都都有意思吧 呃 第一问题是呃 呃 我我看得出来赵新先生对美国的司法制度 非常非常的了解 呃 也看出来了这种制度中间的一些个弊端 一些问题 那么我我想包括比方说律师费用很高啊 呃 比方说司法方面的一些这个 不便利吧 这些情况 呃 这这挺重要的问题 呃 说到美国的律师 当然这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拥有律师最庞大的一个群体 因为呃 全国有一百万以上的律师吧 这样这个比例跟国民之间的比例可以说是都是在全世界 呃 这个领先群伦的 呃 与那些个飞送业务 涉及到企业 涉及到竞争 涉及到 破产啊等等 呃 这些这些方面的 尤其其中在一些大都市的那些个规模庞大的律师事务所 他们的收入都非常高 呃 但另外一方面呢 律师也分两部分吧 呃 另外大概一半以上的律师其实是分散在一些个小城市乡镇里边的那些个律师 呃 这些律师的收入并没有那么高 呃 律师这个职业大抵上也有点像是医生一样的 呃 我们都知道 也同样是医生 呃 像这个协和医院的医生 北京医院的医生和这个在延庆县里边的片 边远的村子里边的那个呃 乡镇的医生 他们非常不一样 呃 大医院的医生 他们都是这都是一种严格的分工 甚至医院本身也存在着一种分工 比方说 同人医院呃 非常专注于眼眼睛方面的疾病 所以大家都觉得治疗眼睛方面就都要到同人医院 但是 在底层的那些个医院里边的医生或者说诊所的医生 他们好像就有点 呃 滚打包收 呃 什么病都可以尝试治一些 但是如果到了严重的情况的话 他们都有点束手无策 所以他们 他们大致上来说 跟 跟你所说的律师的情况一样 呃 这个在大都市里边的医院的医生 他们的收入就高 在基层医院的医生 他们收入就低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可能这种职业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收入的一种分配情况吧 呃 我倒不觉得有那么不正常那么不自然 呃 尤其是你提到的多数情况下是所谓的联邦案件 呃 联邦案件呢 呃 在管辖方面 呃 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 呃 全美国有51套司法系统 法律系统 呃 那么 50个州各有自己的司法系统 那么联邦又有联邦的司法系统 呃 实际上在美国90%以上的案件都是由州法院来去审结的 而不是联邦法院呃 联邦法院管辖他又受到了宪法明确的一些规定 比方说涉及到跨州的案件 涉及到外国企业呃 涉及到联邦政府的权利的正当性的问题 而这类的案件往往都非常非常的重大 所以在这样极其重大的案件中间呃 可以说呃 收入的这个律师费的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 律师费用的支出有在有些案件里边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那么他制约的不仅仅是当事人 比方说让当事人觉得打官司是一件非常费钱的事 他也制约政府 过去那个曾经有一个涉及到垄断的案件 ATM公司的这个被成为被告 美国联邦政府起诉这个ATM公司 结果这个案件被称之为所谓的大巷师案件 那么数以几千个律师卷入到这个诉讼之中 呃 案件的卷宗材料装满了七间仓库 呃 最后是实际上是到了里根总统 上台以后发现这样的案件如果再打下去 联邦政府都会垮掉 所以就把这个案件给撤住了 呃 美国有一个方面其实是比中国的司法制度的安排要合理一些 涉及到费用问题 那就是说 美国的法院 他的诉讼费不像中国一样 中国的诉讼费是按照诉讼标的的标的额来去收的 所以你涉及到诉讼的标的比方说涉及到几千万人民币的话那 受诉讼费的收入 法院的收入就会非常高 而美国的这个案件的收费制度就其实是一个无论案件多大 无论案件多小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固定的数额 这个数额很低 呃 赵新先生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涉及到呃 你提到了一个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和司法制度的建立的问题 呃 你也提到了呃 早期的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弗吉尼亚那个时候还不叫州了 呃 就是北美十三州的时候那个非常知名的那个政治家 叫做麦森 呃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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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森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人物了 呃 你提到了他没有读过法学院 但是却起草了呃 非常重要的包括弗吉尼亚宪法 其实他也参与了呃 联邦宪法的一个起草工作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 呃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吧 呃 至于说他没有受过法律的教育就能够呃 参与对宪法的一个起草 我觉得其实法律 这个领域中间有些领域是非常高度的专业化呃 需要专业训练 有些领域呃 比方说是宪法问题 宪法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的 中国的法律你可以看到宪法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懂的 尽管有些动作背后的里面的考量 或者说有许多的具体的操作上的技术 并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情 但是读懂宪法甚至可以说是起草宪法 并不是那么那么需要法律专门专业的训练 他更多的跟一个人的政治人们对政治的一个想象 对于政治人性的一个判断有关系 呃 所以我们我们看宪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可以说不是特别那么艰难 呃 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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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日本国宪法 呃 像这样的活动可能完全不可以想象说叫高中生来去起草一部日本国的民法典 呃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法律中间的训练 一个要求 就是说一个不懂得完全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人 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操作司法 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种司法能够变成一种独立的一个领域吧 呃 你提到的经济生活方式 包括弗吉尼亚州的大宗职员 他与美国的呃 包括弗吉尼亚宪法和美国宪法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美国的那种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特别复杂 我个人并不是专门研究呃 特别多的研究美国的殖民地时代的法律制度的一个学者 所以呃只能做一点总体的判断 呃总体的判断是呃 其实是各种各样的非常多样化的因素呃 塑造了美国的在殖民地时代 以及后来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呃 所有的因素中间其实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我看来 正是所有的这些早期的移民们 他们对自己的宗主国呃 呃也就是英国的法律的这样的一种记忆 呃他们在这个荒漠的这个北美十三州的生活幻境中间 他们这些人其实并不是呃呃 呃坐着船只是带了一些生活的物件来的 他们其实脑子装满了对过去的生活的一种记忆 对于英格兰其实在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时候 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时候呃 英国的法律制度已经是发展的相当成熟了 普通法的基本的原则呃 呃包括政府建构方面的一些基本的准则都已经得到完善的确立呃 呃这个君主立宪政体正在不断的完善 所以他们尽管由于宗教迫害 许多人是由于宗教迫害 呃也有一些人是属于属于一种对于海外开拓殖民地的这样的一种巨大的热情 这些人他们这个横跨大西洋来到了呃北美 那么在这在这过程中间他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对英格兰的呃政治和法律的知识 这种记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把法律许多船的运输运输过程中间运输了许多的法律的书过来 呃 呃那么当然判例 呃英英国的大家知道实行判例法 这种各种各样的判例其实是一个 呃篇幅非常巨大的事情 要装过来并不容易 可能少数的中心城市里边有一些 这方面的呃叫law report 这个各种各样的判例汇编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呃英国的那位非常著名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 布莱克斯通他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英国法示意 那么这本书就是非常好的去凝练 非常用凝练凝练的方式进行了对于普通法的和横平法的各种法律原则的梳理 呃布莱克斯通的这本上下两大卷的书在 北美呃殖民地的印刷量要远远超过了在英国本土的印刷量 这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的便利的特别的很好的满足了北美十三州在当时书籍不多 他他里汇编不多的时候 人们对法律普通法的原则的适用到具体案件这个过程的渴求 所以许多律师办案子的时候 旗子马上去到六月一个地方办案 他们的包里边肯定放的布莱克斯通的这本书 这是这是这是对于普通法的这样的一种渴望 这样的一种需求的一种状态 呃所以呃传统的英国的普通法是 北美十三州法律发展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 呃那么当然北美十三州的生活环境跟跟呃英格兰英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呃比方说呃英格兰的英国的那些个非常带有封建社会色彩的一些许多的法律规范 到了英格兰就不大适用了呃涉及到一些侵权法律方面的一些规则 呃由于呃北美十三州地广人稀比方说关于牲畜的管理方面的一些个形成的一些普通法的准则呃都都被呃都被呃都被改变了 因为呃呃这个社会地理环境完全不一样 大致上来说呃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法律制度的呃 呃这个方面包括比方说一种 依法法律治国法律叫叫法治吧法治法律规则对社会的整体的统论法律规则对社会整体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一种观念呃第二个方面呢是普通法横平法这样一整套的法律体系的一种整体的一种呃移植呃第三个方面是呃判立法这样的一种呃就是说 通过判立来去发展法律呃让法律不断的适应这个社会让法律更能有效的调整这个社会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样的一种呃传统也得以继承 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陪审团制度呃这是在英国非得到了非常发扬光大的一种制度到了北美甚至陪陪审团的审判上升为一个宪法的一个权利 这是美国继承英国的法律呃非常多的方面美都美国的主要的开拓或者说对英格兰法律制度变化呃是一个是一部成文宪法 这是英国从来没有形成的一个呃一部成文宪法呃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呃 呃那么这部宪法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伟大呃我们可以说是美国立国两百多年来这样的一个那么早的起草的一部宪法到今天仍然还保持着一种最基本的效力 主体文本没有任何变化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二个开呃改变或者说非常不同的就是他们建立了一种真正的联邦制呃这样的一种非常健全的联邦制 呃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呃赵新先生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了 我在讲座中间提到了呃美国的有些法庭是周末开庭的但是呃好像你你认为这个好像只是一个笑谈一种呃开玩笑呃其实不是的我我我我我的有一位朋友呃以故的宪法学的教授 我蔡丁建先生他在美国曾经在美国访学期间曾经打过一场小官司就是周末呃开庭的呃他给我灰声灰色的描述了他那次参与诉讼的一些场景呃那么在美国许多的轻微的案件 比方说呃周里边的那个最所谓的轻罪吧呃刑法中间的轻罪或者说民事法律中间的一些小额诉讼 呃他们经常有一种呃就是跟当事人协商开庭时间呃当事人双方认为我们哎呀我们这个礼拜六有有有有有有有时间的双方都有时间 那法官就可能说那好礼拜六下午五两点钟我们呃开庭设立你们的案件呃这这这这经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呃甚至还有更更有意思的叫租一个法官呃当事人可以 双方有了争议双方协商解决不了那么大家就去去跟那一个法官商量是不是可以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位法官大家租他出来让他来对案件进行一个裁判呃这样的裁判往往都是不可以再上诉的呃 呃大量的交通交通方面的一些案件其实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呃比较都是通过这种程序上比较简易的方式来去呃实现呃解决到呃 呃英国的情况也有有类似的地方英国他们那个所谓的治安法官呃治安法官呃呃叫呃 Johnson of the Peace 这样的一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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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具有良好的社会声望在社区里边广受尊重的人 他们在经常用休息的时间 用比方说周末的时间 来对一些轻微案件进行裁判 如果民事争议在一定数额之下的诉讼 或者说刑事案件的很微小的诉讼 他们的判决是不允许上诉的 也就是一判就解决问题 这样的治安法官在英国有几万个 那么他们这些治安法官 他们其实都没有受过 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法律的训练 所以他们经常被称为伟大的无知者 他们当然他们不拿国家一分钱的俸禄 他们不用不用薪水 所以也被称为伟大的无心者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考虑到 如何非常好的去利用 用社会的资源来去履行政府 本来应该由政府来行使的一些权利 那么这本身也可以说是 社会自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汤圆网友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在现在的义务教育里边 把有一门课程过去叫 思想政治类型的课程吧 叫思想品德 思想品德 现在改为道德与法治 问我对这样的一种改变 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 我个人对于这个中小学阶段的 涉及到法律的教育的情况 特别特别的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这种改变 到底说过去叫思想品德 现在改为这很明显除了道德以外 增加了一种法治的内容 我想重要的还是这个 重要的还是到底 它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 比方说 涉及到一些个 涉及到一些个 比方说是不是在法治的里边 能够真正的把人权的观念 加以强化 让孩子们理解 政府到底为什么要存在 为什么要设置一种法院 法院它的基本的角色 法官的角色到底是怎样的 人类的纠纷案件在法院里边 在处理的过程中间 主要在制度方面有哪些特色 是需要我们去追求的 为什么应该限制政府的权力 政府的权力的限制 都要通过哪些途径 民主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其他的国家 如何去实现他们的民主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重要 我很担心这样的课程 其实有些所谓的泛政治化 或者说特别多的 所谓的补吹一些 比较民粹化的一些 爱国主义的东西 而不是说去让孩子们 树立一个健全的公民 将来的一个健全的公民 所需要的那种基本的一种意识 基本的一种价值观念 这个我认为这个可能是 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我也愿意 结后 我记得有一次 是给江西永新县的一些中学生们 讲一堂法治课 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考验 因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让他们能够理解 但是我认为 其实这个高中中学阶段 的这样的一种 对国家的一种想象 对法律制度的一种基本的知识 和基本的价值观念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 其实坦率的说 做的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够的 那么另外再就是说 我在不同的国家都看到 经常有周末法院 最高法院不开庭的时候 最高法院经常成为孩子们 去上课的一个课堂 一堆一堆的孩子们 我在日本最高裁判所 有一次就遇到这种场景 他们请最高法院的 最高裁判所的法官们 给他们讲一讲 他们的判案的一种感受 这样的一种教育的过程 其实是蛮重要的 我自己也想象的 有一天我们的 比方说我们的最高法院 也经常可以开放 周末开放给学生们 去参观一下的 包括人民大会堂 让孩子们去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个机构 到底是怎样运行的 同时也让他们 比方说看一些纪录片 看看美国的议会 是怎么辩论的 让孩子们有一种对比 我认为这个 是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汤原网友提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 涉及到职业打假人 所谓的打假 就变成了一种 这个叫什么 一种 寻求财富 谋财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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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径 这个问题 其实让我不免想起来 当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出台以后 曾经有过一个 叫王海的人 他自己注册了公司 就是意味着 那这就是一个 挣钱的途径啊 如果一个产品 卖八万块钱 那么你 如果你看出来 它是假的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产品 买它 十套 二十套的 然后呢 接下来就 拿着 鉴定的 这个 这个证明来去要求 商家 必须要 赔付 呃 如果说 八万的话 你要赔付 再赔付我八万 除了返还我的本金以外 这是一个特别 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问题 那么 支甲 买甲 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保护的 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 就是消费者 那么 王海这样的做法 他到底算不算是消费者 就变成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结果王海 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就 其实有时候能够获得 他的 能够能够达成他的目标 但是有时候达不成目标 因为 他们说最多就把你的本金还了 甚至有人说 他他是一个非常 恶的一个家伙 呃 有一次在 崔永元先生主持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实话实说节目里边 我还曾经跟王海先生有一个对话 他就感到很困惑说 为什么 比方说同样一个法 中级法院 他们有些法庭 有些法官裁判 王海这样的行为成立 应该获得双倍法官 有 有些法官就 判决说不成立 他说中国的法律 到底有没有一个准啊 到底有没有一个谱啊 所以他感到非常非常困惑 我认为 法律解释要服务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呃 那么 如果说 一个社会中间 假冒伪劣的东西 泛滥成灾 呃 哎呀 现在真的是 有时候给人感觉说什么东西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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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货 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自己个人其实内心里边觉得完全可以把消费者吹保护法的十九条的这个消费者做一个宽泛的呃 解释让让让让这个条文变成一种某些人可以用来牟利的一个工具完全可以因为这这这这就像捉木鸟一样捉木鸟做这个把那个虫子给捉掉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树的热爱而是因为他想去吃的这个虫子 所以人为了自私的目的而去而去获得了一种社会的利益的一种增长呃 公正的正义的一种增长 呃 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 没有 现在我们不能够再想象说我们可以大公无私 可以说用人的最对就是对正义的追求来去获得一种更美好的社会 这是我的一个对这问题的看法 呃 呃牟利网友 牟利网友在呃 今天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呃 呃 呃九零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三十年时间 司法改革的呼声呃 虽然来自民间的呼声挺大的那么挺大的吗 还是说就是一种少数人在那鼓吹而没有很坚实的民民众的基础 呃 呃我倒觉得其实在呃九十年代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其实整体的社会整体的对于一种公正的司法制度的一种可望和呼唤呃是明显的可以感受得到的呃 那么你可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比方说报纸呃南方周末那那个在全国影响力很大的报纸不断的呃报道一些重大的案件 这些案件就是说他的处理受到了举国上下的一种关注南方周末有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像是法制周末了呃 呃这个中央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那个今日说法呀法制经纬呀这类的节目都是收视率非常高的 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因为人们真的是感受到在法院中间处理的一些案件或者说呃某一个人的权力受到了警察的一种剥夺的时候 他们不仅仅是呃你在看别人的故事人们都会想象说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那种举国上下的这样的一种渴望这种呼唤 伴随着包括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这个阶层就会慢慢的出现了呃每一个人呃大家没钱的时候可能没有没有没有任何对于这个财产安全的一种感觉 有了钱或者说你成为一个生意人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强烈的注意到说特别强烈的去呼唤的一种说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安全我们的交易安全比方说合同合同合同法合同条文的解释如果在不同的地方法官因为本地的利益的约束使得他对于合同条文的解释发生了不一样的情况 好那么这就没办法产生一种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企业家所追求的那个利润也得不到保障 所以我我觉得其实这方面而社会中间存在的一种呃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的人们都共同的指向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 所以呃再再加上呃当时的开放吧可以说92年开始的呃又又一轮那种开放 而且这种开放可能比较多的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这种呃像80年代那种开放是属于简单化的而90年代的开放可能更需要我们去非常认真地去思考呃奠定了一个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的一个根基性的要素 那么呃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说一个司法制度一个健全的司法制度是一个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呃尤其是当我们要推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呃的时候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我就简要的回应到